先说一句俗套话 这一年过得是真快 我是真的有点反应不过来 就发现这一年竟然就这样结束了 打了很多场球 穿了比往年更多的实战鞋 当然最重要也是最开心的 是通过篮球和球鞋 认识到了更多的朋友 当然也包括屏幕前的你们 非常感谢过去这一年大家的支持 当然还有催促 毕竟都快成为专业鸽子户了 2021年我穿了不少的实战鞋 也是近两年我打比赛频率 最频繁的一年 也就是因为这样 反而让我觉得脚下的球鞋性能 似乎没有那么重要 把更多的注意力精力 放在比赛当中和提高球技水平 变成了这一整年 我最关注的事情 当然也要感谢这一整年 我用过的上白卷 白贴 皮肤膜 说了些有的没的废话 我们还是回到主题吧 其实早在两个月前 我就已经在考虑 21年的年终榜单究竟会怎么样 因为说实话 这一年能够让我觉得 眼前一亮 惊呼牛逼的球鞋 真心不多 那种惊艳的感觉 就相较于20年 下降了不少 各大品牌的内卷 让我觉得有一些严重 那我一共就选出了 Top10的主榜单 以及五双入围的鞋款 那这些球鞋 是我这一年的实战体验 结合球鞋设计 加上个人情感选出的 那在21年年底 推出的部分鞋款呢 我就没有算进去 毕竟负责任的实战测评 还是需要一定周期的嘛 那入围的这五双球鞋呢 其实每一双都有实力 进入最终的Top10主榜单 我也是纠结对比了好久好久 最终忍痛割爱 那这五双球鞋 我就不分排名先后了 那第一双就是 Puma All Pro 那这双球鞋是我目前穿过的 所有Puma来球鞋当中 脚感最舒适 鞋炫包裹最适合我的鞋款了 并且它的重量也很轻 42码的单重量只有366克 虽然这个首发配色的价格 一直居高不下 但是这毕竟是一双兼顾了实战 和颜值出街的鞋款 整体来说是非常不错的 那入围的第二双球鞋呢 就是安踏KT7代 这双球鞋的出现 是让我第一次被安踏的中底科技 所经验到 整个中底的脚感真的是 非常的弹 并且耐久度也非常不错 我在测评当中也说了 这是我21年穿过的 稳定性最强的篮球鞋 太稳 太安全 但因为不绝对匹配我的打法和位置 只能忍痛把它放在TOP10之外了 不过呢 在我身边被我安利购买的 大体重 大个子球员 都神神爱上了中央球鞋 那入围的第三双球鞋呢 就是 安达姆 Tavuk 4代Clo 这双球鞋啊 无论是颜值配色 鞋面科技 中底脚感 都绝对配得上进入最终的TOP10 但就因为它的外底啊 有的时候 真的挺稀灰 会打滑 就有的时候 我就兴冲冲的想穿上这双 骚气的球鞋 亮下全场的 但没想到 穿上跑了几个来回之后 就发现 鞋底稀灰 打滑了 就只能乖乖换上包里的备用鞋款了 但是呢 中央球鞋 是打一些橡胶水泥地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入围的第四双球鞋啊 安达姆 哈姆三代 那中央球鞋就是 我21年打游戏比赛 必定会放在包里的备用鞋款 那如果比赛在室内木地板比呢 我就穿库里八代 其余的场地 一律穿中央鞋子 那中央球鞋呢 就属于一双 比较小众宝藏的后卫鞋款 场地感 支撑包裹 都非常优秀 鞋面 结实可靠 外底耐磨也很强 那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之后也可以 单独为大家带来一期测评 那入围的第五双球鞋呢 就是Nike Kairi 7 欧文七代 那作为适配人群最广泛 重量最轻的一代 欧文签名鞋 它的各方面表现 我是真的非常喜欢 包裹支撑 以及抓地耐磨 都非常出色 那前掌 外底纹路的大面积上翻 就让我觉得 穿床球鞋做变相 是一种很享受的感觉 前掌的Zoom Turbo 虽然静态体验不明显 但是在登地发力的时候 就格外舒适了 但实在是挤不掉 任何一双榜单内的球鞋 我就因为这个 纠结挠头了好几天了 好了 接下来便是重头戏了 让我们一起来揭晓 我的2021年Top10蓝球鞋 主榜单吧 说的我都有点自动了 手心都开始冒汗了 那Top10的第十名 就是 361度 燃战 双版本 你没有看错 就是这双名不见经传的球鞋 在21年年初一次非常巧合的接触后 让我彻底爱上了它 在这之后 只要有朋友让我推荐 便宜灵活的后卫鞋款 我就会亮出它 所以要不考虑让我带给言德了 各方面的创作体 真的是一点都不输给 任何中高端定位的后卫鞋款 况且它现在的价格也就一两百吧 最贵的时候我记得也就三百来块 它就是为实战而生的 接下来的燃战二代我也是非常期待 希望可以延续和继续提升 那第九名就是这双匹克闪现三代 那这双球鞋是匹克调整鞋楦之后 真正正正让我觉得配得上后卫鞋定位的鞋款 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个鞋楦还是有继续进步的空间的 但是卖出第一步总比不开始强 对吧 那关于它的尺码选择和实战测评 我也出过好几期视频了 这双鞋我最喜欢的就是它无比贴地的前掌场地感和脚感 时刻让我做好突破杀相篮框的准备 前掌外侧超夸张的防侧翻延伸脚 也让我在变相横移的时候十分安心 原本这双鞋呢是可以在更高的排名 但是就是因为这双球鞋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 没有做得很好 整体的购物穿着体验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但我还是很期待新一年的匹克的产品 希望可以把细节完善好 那第八名就是这双361度AZ1 Pro 我记得非常清楚 正好就是在一年前我收到了中央球鞋 那在一年后我又收到了同配色的二代 这也算是一个纪念吧 这一年就这样完整的过去了 AZ1对我来说是第一双惊艳到我的361度篮球鞋 并且中央球鞋它的设计 我更觉得算是国产品牌的一个里程碑吧 能够把建筑结构原理如此完美的用到球鞋上 这样一大块立体的测墙TPU 一次性解决了测向支撑和双层中底材料的稳定性问题 设计师真心不简单 球鞋不同的配色故事和细节也深得我心 那AZ2和AZ2X我已经开始穿着了 各位也可以期待一下之后的测评 第七名就是这双Nike KD14 那这双鞋我是前不久才发的测评了 它是属于那种粗看有点丑 但是在选对配色之后呢 越看越顺眼的那种 中底的全掌SWIM STRABLE和KUSH LONG泡棉的搭配 就让脚感也变得非常舒适 抓地力包裹支撑性也没有问题 总体来说呢这是一双适配性很高的全能鞋款 但对我个人搭法来说 我还是更加偏向于在硬底去使用它 室内木地板还是略微有点肉的 如果之后的新配色价格合适的话 我应该还会再入手一双 等天气暖和了一点当外场鞋用 那第六名呢就是这双NDRM COOLI 8代 这也是主绑单里唯一的一双NDRM实战蓝缺鞋了 关于这双缺鞋呢 我觉得更多的是感情吧 我也没想到它会成为我2021年 穿着频率最高的一双实战鞋了 回忆还是很美好的 一个是比赛的关系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它真的是反潮科技 上海这种烦人的梅雨季节 只要一来 这双鞋必出现在我的包里 Flow科技从一开始被我看扁 到后来在木地板上大显神威 这也算是一种极致吧 性能上整体的滚动感脚感 对于后卫来说还是很出色的 其实呢我也拿库里八代和Future X纠结过 那在经过我仔细的打量考虑之后 我还是最终选择了库里八代 因为库里八代的脚感滚动感以及包裹性 我个人觉得相较于Future X来说更胜一筹 好了那主绑单的最后前五名呢 我就放在下一期和大家分享了 那各位也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说说2021年你最喜欢的几双实战篮球鞋和原因 看看有没有和你见解相同的兄弟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记得三连哦 拜拜